罗马寺第八章 二十六节 各位再看 行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使用锁不出来的叹息 提我们祷告 这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发生的事 我们要发现 另外一个是三十四节 谁能盯我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在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所以各位要听得好 我们就耶稣基督 按照父神的旨意 借助祂的圣灵 在我们心灵里面祷告 再讲一次 我们就耶稣基督 今天这个时间里面 照着父神的旨意 借助祂的圣灵 为我们带一求 那个奥秘是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显明出来 我们的一生 我们要继续不断地 要学习的是这个了 再这样一次 非常重要的 也我们一生 要学习的是这个了 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时 同复活了 祂的生命已经在我们身上了 祂的圣灵 已经借着儿子的灵 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 然后2013年6月6号 现在11点25分 我们就耶稣基督 按照父神的旨意 借着祂的圣灵 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祂就是说不出来的 谈息来为我们带一求 有的人是比较明白 这个究竟是怎么样的 有的人是还不明白 这种怎么样的努力 要重回属灵人 没有办法重回属灵人 各位成为属灵人 并不是各位连什么功夫来得着的 我今天就早上 一半的时间 是要跟各位多分享这一点 请各位 所以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 然后三十四节 圣灵替我们祷告 替我们祷告 然后耶稣基督保着右边 替我们祷告 这个光经就是各位回到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的种仆人 他就拆迁使者小玉 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然后三个非常重要 我们的反应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 师徒约翰也把天上的一切的奥秘 怎么样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奥秘 已经都讲了 然后呢 第三节是我们的反应 所以念就有书上预言的 念就有书上预言的 所以各位每一天读经的话 各位都明白 约翰所看见的 然后那些听见的人 所以各位常常听神的话语 也听神的仆人们传讲的 有些很正确的道 正确的道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常常爱慕这样的聚会 非常重要 因为爱慕主的恩典的人 相聚的时候 主马上在他们当中运行 以自己一个人读经祷告 百倍千倍的荣耀能力 恩典讲现出来 然后又讲非常重要的话 要真的要经历那个恩典的话 非常重要一个的我们的回应 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记尽了 然后呢 七个教会都出现 所以昨天我们所分享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所有的圣徒我们 就是我 我们 那 坐在天上有变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正在 在我和我们中间做什么 我们看一下 12节 我 我 我 走过神来 要看是 谁 发声 与我说话 既 转过来 就 看见七个金灯台 这个七个金灯台 就是七个教会 灯台中间有一位 好像人 神 神 人穿长衣 直吹到脚 胸肩 竖着竞带 他的样子 他的样子怎么样的 好像人 所以就是我们的样子 所以在我们里面 但是他是带着输者金灯 但是他是带着输者金灯 就是一个君王 他是完全得胜的 也就命令丰富的 他就在我们里面了 然后第十四节 他的头与法洁白 如白羊毛 如雪 如白羊毛 如雪 这个就是他的圣洁 所以 当我们被主的真理 福音 耶稣的保险来 习经的时候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马上会看到 他的血明 非常圣洁的 他的眼目 如同火焰 所以他是全智的 所以我们 祈求他的智慧的时候 他是少支持者 后赐给我们的 这个智慧一定赐给我们 所以看透万事的 各位属灵人 是看透万事的 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的脚好像在炉中断练光明的铜 就是坚固 不摇动的 也脚也是经历过很多经德器考验的 如同断年的铜 所以 经德器考验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现在七个金灯台 中间来往来去的 他的样子 就是从头到脚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约翰眼睛打开的时候 会看到 他都像一个人子 像人子的眼神 像约翰 但是他穿的衣服 他是一个军浪的衣服 他的头发是非常的圣洁 眼目是真有智慧的 我们全然地依靠他的时候 他的身体的我们就是这样 他的脚是在炉中锻炼的铜一样的 所以自己的工作的问题 侍奉的问题 而我们说Tia的问题 很多的人攻击 但是呢 对锻炼的 这个脚步 是如同铜一样的 主在七个金灯台 七个教会里面 这样来往的 他的光景是这样的 各位记得 刚刚我读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 圣灵提圣徒祷告 我们就耶稣基督保座 有保座的意思呢 掌管天上 保座不是位置 这是保座 这是一个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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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保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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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上面 而且地下也是 为什么 因为祂是从天上来到这地上 这三过二十支架 祂必须要进到阴间 这样才能够迎接你的政府 在那里悬出祂的全病 祂就充施地复活 所以祂天上地上地地下的所有的全病都掌管 这个叫保座 保座右边的意思呢 力量最大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耶稣基督这样得圣的 有这样的生命 形象 君王 祂为我们代求 所以刚刚罗马书第八章 是圣灵章里面所看到两个很重要的经文 是现在七十五 第一章到二十二章 整个都够出了的时候 圣灵的奥秘 就在我们中间的奥秘 都显明出来 并且不同的时代 两千年 末世时代年 不同的时代 祂的脚步是怎么样走 是让我们看见的 这个掌握的人是不得了的 结果我们就耶稣基督整个的荣耀 祂祖里面就说 长老四个活物 中天是天津 列国外面来的生徒一起 神的羔羊耶稣基督 然后讲荣耀 全力 智慧 丰盛 能力 都归给祂 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们的僧徒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看到祂的荣光 祂的全力 祂的能力 都相信出来 这个是从祂来的意思 为祂而存在的意思 也传扬 像万面当中传扬的意思 这个就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祂的意思 一切的荣耀归给祂的意思呢 一切的荣耀归给祂的意思呢 就是一切的荣耀在我身上掌现出来 祂这么地恩待我了 那这个是为着祂的荣耀而来到我身上的意思 所以祂是帮祂 负给祂 所以祂献上给祂 这个象征似的 有些属灵的意思在这个里面 但是属灵的人是在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夫妇当中 自己的家庭里面 自己的教会里面 自己的时代 能够会看见的 我们的眼光要明亮起来 各位 我们继续看吧 祂的声音是如同中碎的声音 所以祂的声音 充满在整个世界里面 也凡事里面 我们真的认识祂的人 愿意听得到的 祂右手拿着七个星 就是 星就是祂的使者 从祂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晃光 祂的口里利剑出来 这是我们常常长到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现在也是一个利剑 赤日各位的淋于魂 骨髓骨剑 赤日破开 我现在看到的 有一个心灵 听到祂的声音的时候 有心灵上的反应 就是 祂的剑真的很利 盼望祂的利剑 在我们生命里面 快快害到的 应该有害到 只要我们的生命 从一切的疾病 毛病里面 能够得医治 各位愿意的话 主给各位 各位一切很多熟灵的话 各位不太明白的时候 没有新读经的 现在的经文是一个一个 以基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基督住在我里面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非常地清楚 我刚刚跟各位说了 人是整本圣经之后的结果是 要各位都找一个人 这样的读经是对的 然后他的面目 就是烈日的方光一样 烈日的方光 所有的黑暗都落开的 各位靠着烈日的方光的 他能够进到各位家 温体充满 有求充满 增加充满的家庭 黑暗黑暗 那个Darkness 是不能跟你同存 工存 马上挪开的 哈利路亚 愿各位享受 一生靠着这个来生 那宝座的整个的能力力量 能够领导各位享受 我昨天跟各位说了 有空中 有地 有空中 然后有田 世界的人 不论主的人是 都在这个之下 在空中 掌权者 邪灵的 受灵之下 生活 但是曾经来过 也甚至经到死亡 死亡 死亡 复活 升天的时候 死啊! 你的全病在哪里? 死的全病就在罪里面了 罪啊! 你的全病在哪里? 所以 人的跌倒 人的不送从神 空中掌权者 是精进地 掳掠了人的心灵 叫人不能享受 天上来的各样树林的福气 所以下来的 也死亡里面进去了 但死亡不能够困住他 他从死里复活 升天的时候 他在奴隶了仇敌所奴隶的 所以 我们能够属于耶稣基督 也随时从中光之福 从上头来的各样的恩赐 这个赏赐 我们能够随时可以享受 这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不久将来 教会不能讲 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这是一个大龙的工作 上帝也产生许可 休息四十二个月了 但是 教会再一次复活 然后看到耶稣的家运将来 听到耶稣的声音 你们上来 我们就一下子得到复活的神 就是家运 背体 空中有昏年 有的人就说 我们再下来地上有一千年 前行 但是很多学者是反对这个 这叫五千年说 那我是 我是 赞成那个说法 不需要再来到地上的一千年 现在就是一千年王国 当耶稣基督世界上得圣了 他就是从死圈里面得释放的时候 撒丹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被捆绑的 他是捆缩在无地坑里面一千年 不能够骚扰 就一切依靠耶稣基督 他今天也是听 非听我们的话不可 我们命令他离开他就离开的 我们知道他的权柄是被困住的 所以那一千年是现在 这是两千年的有这个的默色 成就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那位金正的基督 那圣洁的国土 被拯选的主内 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 我把天国的权赐给你 把你在地上所拯放的天上药 把你在地上所拯放的天上药 就这样的 那今天 绝不但地将恩典从天上来 这个奥秘就是圣灵的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写明的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这样的奥秘 任何的情况里面 我们能够靠祂得生有余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是对我们带来一处 万事互相效力的一处 在怀难里面 空窟里面 危险里面 赤身入地里面 我们是得生有余 如单是地上的事 天上的事 今天的事 将来的事 人的事 连任何的天使 任何的被叫我 无能叫我们在任何情况里面 看不见神的爱 这就是 完全的得胜 我们地上的日子 还有很多很多的 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们明天必定有适当的问题等候我们 不怕问题 问题当作很重要的福音的能力 答案 主预备了之后呢 给你问题的 我们有一个人出来 那个叫什么 有一个 对不对 有一个 华语叫什么 迷语 有一个 问的时候 觉得好像很难 但是已经有答案来问的 所以各位不要怕 前面无论你都有什么事 无论你都有什么事 财政的问题吗 健康的问题吗 你的孩子得到严肆症的问题吗 一个眼睛也不要假 要得胜有余 不要为你的健康担心 担心叫你得病的 担心叫你不能感那个病魔的 中国有点污染的地方也 尽量享受 主在那个情况里面 给你许可的那个氧气 所以宝罗说了 喝了什么毒物不受害 有一次在韩国的新闻报告里面都出来 中国进来的很多的不爱茶 什么绿茶 很多的茶 那个很多的农药 检查的结果呢 比正常合格的那个情况有三百倍 四百倍 所以工农茶店的 茶甜的 自己不喝 我特别有最喜欢的蒜头 最近有这个报告了 对不对 在中国工农 这个蒜头的自己不吃 自己更用的 这个农药太长 哎呀 糟糕了 我喜欢的 都是 也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从中国人来的 一山那间有点 咬动 马上圣灵告诉我 没错 你喜欢喝的 尽量喝 你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没事 你刚刚需要的那个养分你会取 不需要的毒气 我帮你全部都排出来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我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通常神的养群是比较弱的 很容易被咬动 很容易担心 所以我才讲的 各位 什么都可以吃喝 感谢的心来 你明明知道的就是里面有毒品 但是不要吃 有人就告诉你了 那 就 当然不要喝 不要吃贪神 但是 贪婪无惧 大家都知道我太健康了 尤其 我再一次 哪里是什么 看到我的额头 真的亮亮的 健康美啊 我的鼻子也是亮亮的 虽然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亮亮的 我的嘴唇是滋润的 虽然是小 脸上有火气 因为我的心常常是亮亮 但愿上帝真的医治各位 不怕 怕叫我们早来并末的 五十七年从来没有疼过病床上 我不叫有得了病的人感到羞辱的了 必有主的美意 但是 我这样依靠 从来没有健康健常 我在新加坡十年从来没有埋过 一次 医疗保险 那去美国之后 也没有买医疗保险 后来索菲亚 得病了之后呢 我们教会的长老们长治 叫我们必定要买 家卫帮我们买了 大概过了一年之后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 我知道有一天 知道了我的年龄 哦 比七年也不一样 每个月五百块 当然 有一个角度来看 整个社会的维持 对不对 我付的保险的 有一些病人得到一群 所以这个概念来买保险的话 还可以 所以大概一年 一年半嘛 我就接收了 之后呢还是退了 我对这个社会盖住的都做了 我说这真的是浪费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说 一直感到我说 不是啊 你们一定要身体监察一次啊 你那么喜欢吃辣的 蒜头 没有一个辣的是辣得到我 吹那个辣的香蝉 我在弟兄姐妹面前都咬一咬一咬 然后咬一咬 他们都感叹不得咬 所以大家说 好像牧师的身体是用铁做的 当然我们不能夸耀 一块 一块成头而已 一下子是气 如果不依靠主的话 一下子是气能力的 就像三孙那样的有能力的勇士 力士 一下子没有力量 所以真的要靠主 你真的要靠主 顺便讲一下吗 因为来之前 我跟我们教会的王妈妈 大家知道的 大家所爱的 王妈妈 看我的眼镜 看我的眼睛 看我的眼睛 一句一句非常重要 她吃高血药 高血药 大家知道上次新马修会的时候 她两次进到进去 医生是说她不行 但是我的感动是她行 我在聚会中间去两次 就是为她祷告就会来 她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 当然有点身体痛 是她的担心所带来的 然后常常也供应给我很多很多 她觉得对自己有益处的东西 有一天她来我的家 看到我的家有一个 有一个家里面 很多她送给我的药 我碰也没有碰 已经全部都过了有限期间 那个一瓶就是美金五十块六十块的 小小 都过期了 王妈妈 她第一大概看的时候 她几乎要哭了 不是 我应该打你的屁股 对就是王妈妈你的爱心你的祷告 不吃也是跟吃一样 所以今天这样健康 谢谢你 但是对我来讲我真的不需要 还没有过去的你也可以带过去 需要的人给她 然后有点像高血亚这样 我们当年有几位我知道有高血亚也吃药 各位这是我心里面有确定的 我为了各位我不得不要讲这个健康讲座的 我们的身体是圣殿真的很重要 各位高血亚 我去年我的岳父 前年我的岳父回天家的时候 我们这张礼完了之后 我们去了银行 为妈妈有点开一个扶口 就是去了银行的时候 每一个银行都能够自动用手机来 摘那个血压的机器 放一下就好 每个银行都有高血压的测量 你只是试试一下 我就无聊 所以师母帮忙岳母 我是无聊 所以我那时候就随便一下 所以我没有什么要做 所以我只是试试一下 我的血压的测量 然后呢 我感到驾驶 一四九 一四九 我觉得这个不对的 再一次 再一下 再放一下 一四八 一四八 再放一下 马上数目出来 这个数目出来 一五五 一五五 这个是 我不太了解这个血压 曾经我们这个家会 有医疗不到的时候 其实那人都不到 我不太赞认 我们家会出气 因为有医院姐妹 是在医院 美国护士们愿意帮助 他们有这样的机构 所以为了接受他们的爱 我们就接受 所以身边每个人都是量 自己的血压 我是没有量 我是无论怎么样的数字 那就是标准的 那师母一量一下 那是我记得是148好像这样 然后那个白人护士就说 今天我量过的人当中最高 原来是超越多的 比赞成人的 祷告祷告 我知道所以 148教主 那么多人有很 很有点惊讶的 惊讶的那个数目 那叫一我量的时候 一五一 这一种很高了 不对了 祷告的同时 主给我智慧的 这个要为更贵的分析 太啰嗦了 主给我很清楚的感动 主给我血压 是一种调整 我的整个生命的 有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个表示 有一个显现 它的信息 叫我多运动 叫我多在外面 很新鲜的空气 叫我们喜欢在 圣灵里面 呼吸 叫我常常换习惯 叫我常常依靠主 也少吃咸的东西 少吃油太多的 少吃肉品 这是一种 祂给我的一个信号 我跟王妈妈说 王妈妈你好好听我的话 我说 王妈妈 听我的话 到了我们的年龄 真的需要这个信号的 如果你用药品来控制的话 你还是能燃 你的生活习惯 祷告的习惯 心灵的习惯 不改变 上帖 原来要给你的 祝福是 举行 因为我们一根头发 也是 祂是数算的 如果祂不许可 不会掉下来 所以 这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神圣灵 管理健康的一个基础来的 各位常常说 神圣灵 神圣灵 但是 各位真的要神圣灵的方法 要改过来 当然 有的人说 吃药 药也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会报应的 这也是神圣灵 我说阿们 有种需要的话 这样 你真的 头痛都不得了 没有办法 能够生活的话 祷告也没有用的 那时候吃药 可能是神的 有些供应吧 那算是要完全地照顾你 也年龄变化 年轻也是上帝 真的给你一口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祝福 所以血压高一点 就是一个信号 你高的时候自然地 就深呼吸 安静 深呼吸 感觉到 这个是感觉到的 对 我的年龄 现在还是 我觉得150是有的 但是 我感觉到的 感觉到的时候 马上安静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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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到30秒 全部都是 没问题 然后 我的胃口改了一点 但是 用这个药来 麻木你自己的话 你的身体的反应 不是那么敏感 我是一个非常 一个 就是 很多事情当中 只有一个事情来 做一个见证的 这个是关注 你的一切的事 所以我是祝福各位 每个事都要神为 各位的思想系统 本身是要神为的 并不是 信息 只有信息是神为 就是说 上帝会传福音的 然后我在家里 也没有关系 总是人来找我的 不是这样的神为 每天早上 发现主的计划 今天主透过我要 祝福的人 安慰的人 我要帮助的人 得到这个的神为 这个的神为来 所以有的时候 牧师说 你们还没有传福音之前 先要听福音 讲受福音 这句话 我们圣灵的教育 有很多人太误解了 我没有一天是没有传福音的 没有一天是没有宣教的 就是主为我所安排的 就是主为我所安排的 我就服侍我的陪偶 我服侍我的两个孩子 我一天我要服侍的事情 主我牧师的必定有 有时候电话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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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无论哪一个电话来 我从来没有过 没有回应 单单其句话 也必定要回应 一天一天 有神尾的传福音共作 所以我所看到 有些弟兄姐妹们 常常讲神尾 但是它是完全的懒散 就是不忠心 甚至沉睡的神尾 我们对神尾要正确了解 每一天早上 一天在记得七个生活现场 自己要发现主为我所一备的 然后忠心的会跟随着 那职场生活改变过来 我遇见的人会不一样 很多人会敬忠 因为我是随时都会 服侍人的一些态度 神尾 真正的神尾 各位我管理健康 管理财务 管理你的夫妇生活 管理你养育孩子 都要恢复神尾 这是我们生命堂建立的最重要的目标 1994年都要让最大的冲击 我们华语不清楚 我们华语是那个 voice 那个不清楚 我们华语是很弱的 因为我们华人是怎么样的种族啊 华人的代号是什么 差不多先生 这个女训 就是小说家 他写了一本小说 就是差不多先生 这是我们华人的代表 王先生就是这样 所以华人常常讲时间也是十二点左右 每一讲十二点正 所以事态不清楚 那个被动词 主动词不清楚 三个很重要 但圣灵在你们身上 还句话说 但你真正的认识靠圣灵的方法 你必得到主的全能 你必得到祂的智慧 你必得到祂的智慧 你必得到祂的证据 那第三 你自然而然为我做真正的 可你在一些人常常会听到 你的口唱信了赞美主的声音 就是很多人心爱你 你隐藏起来也是像诸葛梁 也上姑什么 毛如一样的 人家来会找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是隐藏的 无论在那里口唱信了赞美主的声音 这个直到那未来的 那我们非常诚意 这个主升天的时候 主全部完整的 这个是升天的时候 他给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靠圣灵的方法 靠主的能力的方法 靠主的保护 靠主的供应的方法 靠主的引导的方法 靠主的诚振 靠主的诚振 所以口里掌权全部都是见证的 今天我成为怎么样的人都是蒙 蒙蒙 主的恩 蒙 主的爱 蒙 受 主的能力才成功 我们生命堂里面 在如此不能见证的 生活系统 思想系统 判断系统还没有改过来 主还是会使用你 但是不能使用到 像那个直善言 我喜欢他不是他的信息很好 他的口才 因为他是听了之后呢 按那个来 要努力要这样生活的 所以他凡事上蒙恩 所以他说看到的 听到的 不能不说 这个世界上最有口才的牧师是什么样的牧师 看过的人 看过的人 自己把自己所看过的那个的究竟 那个的奥秘 就让别人很容易会了解的可以说明 那我所看到我怎么样说明 所以一辈信息的时候非常喜乐 我们很多时候一辈信息真的很喜乐 如果我们翻开书记 什么百科全书 然后有这样的预备的话 很辛苦的 老断 当然我也有 我也进去那个电脑的 那个白科全书 那个人是几年到几年活的 那个世界是到底什么事情 我要 我要调查的时候也需要 但是没有时间短这个不讲也没有关系 因为 因为 我就看到了主怎么样一会儿 主的爱怎么样喜悟 各位 这个必定要得到的 那 这样的人 管理健康法 绝对是哪样 所以我看到 我知道 我是常常这样讲 他在我旁边讲 有点不好意思 我知道 他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盼望 很重要的人 以他为中心 相续 并不是信息 他是整个神灵的思想 神灵的观理健康 他们夫妇是我知道 除了我们夫妇以外 全世界最幸福的 然后 就 一切财政啊 一切都是这样的观念 请各位 真的羡慕 必定要得到圣灵给我们的能力 常常去去怕怕有圣病 常常去去怕怕不够 他也不相信上帝了 我是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是 全世界最迟钝的 信心迟钝的人相聚在一起 用这样的人来上帝要炒炼我 你看看见我过去那么软弱的样子 就是 常常担心太多的事 真的各位 要靠主 要得圣灵 圣灵的奥秘 各位真的要明白 圣灵的奥秘 各位真的要明白 我们今天 主的福辈满意了 各位看到 基督徒第一章二十节 转到你所看见在我幽说中的七星和七个金刚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然后第二章第三章 有七个教会 他们的长处 软弱的地方 主都说明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那一佛说教会 失去了其初的爱 这是阿加佩爱 所以他们是不能 常常看到上帝的爱 怎么样地向他们显明 所以虽然是讲真理 但是呢不能爱人 就叫他们悔改 第七节 圣灵向中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 第二个教会 斯美娜教会 贫穷的教会又苦难的教会 但是主说你却是富足的 但是主说你却是富足的 叫他们就是知识重心 然后第四一节 圣灵向中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 今天二零一三年六月六号 我们当中 生命遇到的情况 如同斯美娜教会的 我们知道KL教会里面好几个 我们辛加坡 commissioner生命上也没好几个 我们提令生命上也没好几个 主说 主说 在无论是我们强的地方 弱的地方 告诉我们的 各位 启示录是这样看的 这样看的时候 哗 活过来 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二十年之后来 两半年之后来 再两千年之后来 不重要 那也当然是重要 但是 比这个更重要的 今日 圣灵 向你说的话 若你有耳朵 应当听 就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讲到的系统 中间有一天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呢 我讲的系统 各位要掌握 罗巴书第八章 二十六节 圣灵提我们祷告 三十四节 耶稣基督保住右边为我们代求 就是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是 用七个教会的光景 有的人争计上比较强 但是失去了爱 所以他们的嘴巴是常常突出来了 所以我讲埋怨 不能印丈夫感性 不能印现在我们孩子的时间表上感性 为什么主给我的丈夫是这样 为什么主给我的孩子是这样 就是 失去了七处的爱 那个希腊文有四种爱 大家都知道 阿嘎佩的爱 不是 至上至爱 人争计的情况你们会看到 教我们会看到 就是 恩惠 慈爱 随着我们 圣灵像我们所讲的话 若我们有耳朵应当听 我们当中有四面的教会 自己是爱主 人真追求者 但是很多困难 你的一天是得到一千年的冠冕了 哈勒路亚 然后你受的苦难也有定死了 十天 昨天我跟爹地弟兄 吃饭的时候 谢谢他陪着我 我知道他的整个情况 一直哭泡心了都赞美 真的感谢赞美 这样哪有一个财富有财力的人 能够会像他一样的享受那个知足满足 感谢天国 然后他的太太越来越蒙安 他的四个孩子越来越蒙安 万师互相效力的 各位我们马来西亚弟兄姐妹们 KL弟兄姐妹们 Penang弟兄姐妹们 有很多的问题 我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整个的情况 我真的是要打到 但是各位不要担心 主与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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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你吃喝就好 来着这个新生活的时候 一套一副就好了 如果两套一副没有到 一套一副又怎么样了 晚上你洗个澡的时候 洗一洗啊 快一下第二天再船就好 只有干净没有味道就好 哎呀牧师啊 连要洗的水也都没有呢 各位我在当兵的时候 就下国监狱 一个月 那个理由是以后再说 我在建议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一把水 来洗头发 洗澡 洗衣服都可以的 哇人的智慧啊 人的生存你真的很强 那马来西亚不会到这个地步吗 可能你心里面要的是 Mercedes 但是你要用的是只有Hindai 也是已经过四年的 各位谦卑一点 在主怎么样安排 你在怎么样安排里面 感谢这美主 那湖南本身是冠冕 而是 上帝的皇太子皇公主 就像我们就耶稣记得一样 最富有的 自己最厌不要 就是最悲哀的样子来的 我们当中马朝里出生的情绪 是 这个马朝现在变成太浪漫的单身了 嗯 他是马朝出生 他故意这样做的 所以要使万民得到安利 使万民得到富足 各位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餐厅里面 我看到真的太丰富了 我们太丰富了 我们的心里面是常常不够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 圣灵向四妹那四的圣徒 四妹那四的家庭所讲的声音 所以整本圣经从创新到七十路 就是讲到 就是主的真理 我们就耶稣基督 圣灵三位 怎么样称为一体里面 很重要的奥秘了 很重要的奥秘了 所有的人物事件来我们要明白 看第三个教会别的教会 爱世界的巴兰的教训在这里 所谓成功圣学 所有祈福圣学 十六节说 所以你当悔改 然后十七节 圣灵向中教会所说的话 把牛耳道就应当天 第四个教会 推呀推拉教会 这是耶稣别的教导在这里面 耶稣别是极端的灵恩派的 就是有神秘主义 常常行出有些神迹医能来吸引人的八百五十个假仙 耶稣在家灵山上 你们怎么厉害没 我们打仗吧 家灵山的决战 有这样的耶稣别派的 必定要悔改的 而是一件我撑给你悔改的机会 她却不肯悔改她的阴行 一切跟踪她的 她的儿女们全部都被灭绝 各位 二十九节 圣灵向 推呀推拉式的圣灵所讲的话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 第一个教会是沙迪教 沙迪的意思是活的意思 所以整个教会好像每个秋期啊 好像人很多 敬拜占美的时候好像真的是 看起来是安明是他们是活的 但是这里就说 其实你是死的 但是剩下来有几个 还活的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然后第六节 圣灵向 沙迪教会寺的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 第六个教会 非拉铁非教会 最漂亮的教会 就像我们的圣灵 我们不能骄傲 我们像这样 所以 非拉铁非教会我们就看一下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灵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关 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 这是主在 像非拉铁非教会人的生命里面的耶稣记者的样子了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成真是我的道 没有弃节我的名 没有不信服我的教导的意思 没有违背我的位格的意思 名字就是Personality 看啊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常开的门 是无能能关的 上帝要的教会 就是小的 能够逼自生命透明的 很深深的可以教王的耶稣家庭 十二个已经完全了 三四个当然更好 太多的应该甚至要分开 就是宋徒跟宋徒之间的教王 那主所爱的教会是略有能力的教会 人力小 但是主非常的称赞 在这里就说 主一定会为他散开很多的门 我们新加坡圣堂 大概一百多人 包括孩子的话大概一百三十四十八 小的教会 但是能祝福整个神旧的教会 KL教会也是一样 Pinang教会真的是耶稣家庭 我看到我们Sara姐妹真的像一个母亲一样 她很前卑 她又只有爱 怨念爱人 我观察了她非常关注一个人的圣物 我这次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 永远牧师Max来接我 那是真的很疲倦了 在台湾一直上飞级之前 还是要牧羊 当然很欢喜快乐享受了 但是还是要为人祷告的 然后就飞级上 应该好好休息 但是就看一个电影了 结果很累 还没有看完了就关掉了 很会后悔 所以有点疲倦的样子这样出来 而是一坐车上 永远说一个一个人的生命 里面的上帝的恩典 我们弟兄姐妹们 都是在自己的时间表里面 就是征战 当然有的弟兄姐妹们应该有多加油的也有 但是我非常感谢主 我们的牧者眼光里面实在是有盼望 有爱心带来的一个祝福祷告 奇怪的 我都在心里里面了 哇 力量上来 所以下车的时候 因为Mex 过来一下我抱你们 真的感谢你 你们的眼光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上 我为他们祷告 这是上帝说喜悦的牧羊 菲拉丽皮尔教会是这样的教会 虽然是好像小 但是就为他们常开门了 上来我们就是新加坡 KL 皮尼 也很多其他地方 伯太林家有很多地方要 圣名吉他要建立起来 我绝对相信末日主必定要快成这个事情 现在在中国里面真实宣告圣名堂的教会有十五个地方 还没有宣告但是有圣名团契的 也有很多 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团契 但是非常重要的成员在一起 第九节 那撒旦一会的支撑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你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我们收到很多犹太人 宗教徒的 基督教徒的地婆 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不天下 人受失恋的时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失恋 设计尊重必定 遇到平安的道路 我必快来 我生下来真的二十年了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堕取你的冠军 得生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两个柱子 雅坚跟博士 两个柱子 感谢赞美子 我不得不为了生命堂基督面要喜乐 我做一个见证 我师奉当中 好几个人跟我说过 我为牧师看到一个意象 你是尖叫很重要的一个圣殿 是圣殿 我跟他说对啊 我经常讲的是殿殿 然后把这个 那个什么 把人这个把河 把河 我那个时候才学到他 我跟他学了把河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都不知道了 把河 把水种很多人都把河 在水里面的人 I know I know saving people out what was the term saving there's a rope and you pull people out from the water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有的人是看到这个风 不是吧 有的人在水里面快要淹死的时候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be drowned pipeline lifeline Lifeline 这是霸河 然后风墓那里 puh puh 人附和过来 然后一个两个鞍 又是剑桥 但是他说几乎已经一半了 这个剑桥 我的解释是对就是初代教会跟末日 必定要 要回复出代教会的一切的儿子是要欲瞒那里的 我非常软乐的时候 因着索皮亚的事情很担心的时候 有一个主的使者 他是曾经在中国从死里附和的 真的从死里附和的 他也把他的从死里张力的时候的他的样子 然后活着的 那个相片给我 他就为了安捏我 他唱诗歌 神说 你不是你要欢喜快乐 你有点愁容 他讲的 我好像跟各位头一次讲这些话 我比较不喜欢讲这些 但是真的我们事奉当中 主很多时候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的 我没有这样的 就我们不能够这样的撒谈一会的人 成像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干承状态 各位主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 我又要讲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的城的名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 我们原来是真的无名小主 他已经新名 亚伯拉罕的名字 以色列的名字 宝洛的名字 彼得的名字 Moses我没有讲过 Moses我没有讲过 各位还有一样的 十三节是说 圣灵向中教会说的话 向这个弗洛的比亚教会的话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 然后第四章 第五章讲到天上的宝座的关系 各位我们会知道对不对 现在灵里面的整个的世界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志 今天我讲不完的我明天多讲 真的福辈满意了 今天早上到现在所讲的报道 我是给各位有一个一辈子的一个功课 各位多多学习圣灵 整个历史历代教会的问题是对圣灵的误解 我们就耶稣基督 按照父神的旨意 借着祂的圣灵 在我们心灵里面 各位我们说话 各位对这个恩典要追求 要羡慕 其他东西放着 当作粪土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的意思 那个凡事里面 寻找基督的旨意 回复基督的能力的意思 阿们 请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这一次相聚是为了祷告而相聚 今天早上我是清楚地看到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也祂医治了我们 健康管理法也告诉我们 凡事上靠圣灵的方法也告诉我们 祂明天还有很重要信息要再次告诉我们 我相信必定 我们都有其中教会的人 按照自己所得到的圣灵的触摸 各位要悔改的要悔改 要感谢的要感谢 要保守的要保守 每一次我们奉基督的名相聚的时候 主与我们同家 主跟我们说话 所以乘着那个机会 各位的身体要得意识 各位的心灵要得意识 各位的家庭要复兴 各位的家会要复兴 所以我们一起祷告 大概用一分钟 各位 按圣灵给你的感动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今天我们看到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 主 按照父神的旨意 借助圣灵跟我们说话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我会给祢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前七宗教会的光景 求圣灵再次光叫我们 我们的耳朵能够打开 能听见圣灵向宗教会所长的声音 我们当中应该要悔改的 求主给我们悔改的灵 我们当中应该要得到安慰的 求主赐给他们安慰的灵 求主赐给我们极可母义的灵 求主赐给我们喜爱孙庄主的灵 求主赐给我们一生要明白 要靠圣灵的灵 主啊按照祢为每一个人的代求 按照祢为每一个人所代求的 我们的那个丰盛的那个盼望之望 求主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所代 今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交通 我们下午的整个的活动 晚上的聚会 我们再次期待祢 感谢祢继续恩上加益在我们身上 奉靠主 耶稣基民奉靠 阿们 阿们